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下 关于仕途的一个创建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仕途 仕途的话 它是有查询结果寻生的一张虚拟表 也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仕途实际上 就是一种类似于表的一种数据对象 那么我们看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一个仕途 那么这个仕途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查询结果出现的非常频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查询结果来给它做成一个仕途 那我们每次查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仕途去查询 那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仕途 它的一个创建语义法 仕途的一个创建语义法 它首先是create 然后这里面的话 它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Wall Repress 这个Wall Repress的话 它的一个意思就是 如果说存在这个仕途 那么它就给替换掉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存储方式 存储方式的话 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让它有一个默认的 就是untifind的这个存储方式 我们先看一种最简单的一种仕途的一种创建 我们看第一个使用仕途的一个好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仕途的好处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成一些 简单的一个仕途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案例 首先看 我们要求每个人的平均工资 那么求每个人平均工资呢 我们也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companies这个数据库下面栏 然后我们选择是companies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看这里面有几张表 我们可以看这个表 这里面有series和amplies这张表 这两张表 我们可以先分别查询一下select series run 我们看这一个amplies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视图的话 创建这个视图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去创建 就是我们create review create review 到这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创建一个 比如说v 我们的一个工资series series 然后它创建一把是is is后面就是跟上的一个查询 那么这个查询的话 我们要求每个人的平均工资 那我们这里面就每个人的 我们把这个enp number 给它查询出来 enp number 然后还有一个first name 然后是last name 然后它的工资 平均工资我们可以算 avg 然后它的一个平均工资 那么就是一个 这个字段 就是我们sery这个字段 sery字段 咱们from 我们是从我们的 几张表 一个是enpn这张表当中 anminer join 我们连上 在这里面 它有可能是 有的人是没有工资的 没有工资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一个left join left join 好 这里面我们改一下 改成 if 然后是iflar 好 这里面 如果说是空子的话 我们就让它为0 然后left join 最后是我们的收入表 它们是一个sery 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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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它们的关系就是amplish. 然后这个amplish. 然后我们就是inpn 叫等于sery 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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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n 然后这里面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gloobby gloobby 我们的一个是按照它的一个 但是前面 这个enpn 由于是有几个表 两张表都有一个enpn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表前面给它加上一个是属于哪个表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上enpyes.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是插上的是enpyes.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是插上的是enpyes. 然后enpn 比如我们这里面我们先查询 vsery sery 查用出来 这里面就会查用出来 在这里面 由于后面是0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一个左连接 那比如说现在我要查询是enpn number为1001的那么我们直接可以把我们刚才的这个该改一下 enpn number 等于1001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查询出来了 这个查询其实很显然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一个 试图的一种查询方式 刚这个试图呢 在这里面我们采用了这一列 这列的话实际上我们是给它稍微修改一下 因为这个查询出来这个列的显示就是iflar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列给它 当只是我们sery这一列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试图给它标记一下 所以这下我们放到这里面来 来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这一个一列给它改成 把这个给它做成一个isery isery 这个速度由于是已经存在了 我们所以说可以采用作种 所以我们在这创建速度的时候有一个create or repress 这个东西 如果说这个速度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改加了一句话 create or repress 如果这个速度已经存在 我们可以采用作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看出c 看出vay一下 粘贴 然后再追一下 因为刚才这个 计算刚刚拷贝的时候有一点问题 这里面这个单词也是 然后把它再拷贝一下 然后这里面应该是可以了 咱们再查询 我们把刚才这个再查询一下 这里面我们再查询一下 这个速度现在已经查询出来了 那么它的平均公司是250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试图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创建 就是我们看这种情况 就是刚才这个试图创建的这种情况是 我们简化我们这样的一个查询句 如果我们不简化这样的查询句 我每次要查询某个人的员工的事 我就要重复的去写这一段代码 我们就要去写这一段 两张表的一种观念的一种查询 那么我可能每次都要去写这段代码 然后后面还要加上一个will 那现在我用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后 那么我就把这个速度当成一张表 这个表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这几个字段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员工编号 还有它的一个名字 然后它的一个收入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常用的一些频繁的一些查询 给它解换成一种试图的方式 这是另一种 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权限的控制 权限的控制的话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表的这个权限封闭 很简单 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看员工的工资 对于工资来讲的话 一般员工他只能看自己的工资 他不能看其他工资 所以说员工他的一个查询的时候呢 那么他的一个工资 这张表应该是不能够查看的 那比如我们可以看 这一个员工到底领了多少次工资 这个他可以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查询员工工资表的 这一个权限给他关掉了 但是呢 我们给他创建一个查询他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次数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改一下 那我们是 TwitterView 这边我们就创建一个试图 然后这一个就是 GetTheralCount 然后把刚才这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一个改改一下 把这个改改成 V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叫 VGetTheralCount TheralCount 然后把这个改成 Count 放了 Zero ZeroNumber 然后我们后面的都不管了 后面的就这样的一个试图 我们给他 Copy下 这个试图的话 就是用来获取员工的 说 获取的这一个工资的一个次数 我们粘贴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查询 Select Sim Run V GetTheralCount 这里面我们就查询出来 只有前三个员工 他的一个工资 或者这个工资次数是 一次 后面的全部都是零次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图的这个查询权限呢 开放 但是呢 查询工资的这个表 我们给他关掉 这是一个 第三的一种情况就是 当我们这一张表的数据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有100万条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张表分成四个试图 那我们查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试图当中去查询 这一个它这个计算规则 我们就可以各种去计算 它是按照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创建第一个 这里面我只演示一个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是我的一个员工表 员工 就是员工的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 给它替换一下 那么我在这里面就是V 有没有一个 A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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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Amply1的话 它实际上的话就是 比如我们这里面有100万条数据 我们现在给它分在四个试图当中 那么给它分在四个试图当中的话 那么第一个试图它应该有哪些数据呢 这里面有哪些数据 我们可以这样去给它创建一个 slag的新 A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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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面就去计算百分号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百分号是4 等于0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张表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create orepress 比如 Amply Amply 然后我们 把这个改成1 这是第二个试图 然后改成1 然后第三个试图 那么同样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单 然后给它改成3 然后这次改成2 然后第三个试图的话 这第三个试图 第四个试图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 试一下 这第四个试图 我们给它改成3 那么这样我们查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100万条数据 给它分担在这四个试图当中 那我们查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减少我们的一个查询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copy一下 我们记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查询一个 比如我们现在查询 查询看出来 vnpyes2 这里面你看我们查询出来的话 那么这一块 就是相当于是把很多数据 我们给它分担在四个表当中 这是我们的一个试图 能够用试图把很多张表的数据 给它分散开来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这个试图 它的一个创建 给大家做的这些演示案例 总结一下我们这讲的一个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 引导大家去创建一个试图 创建这个试图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语法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些案例 然后这个试图为什么会创建试图 有这种几种情况下 第一个是简化查询 比如我们这一个表 它会有几张表 相关联的 那么它的一个查询呢 它是非常平板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试图的一个创建 这样就能够减化我们的一个查询语句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权限控制 我们把表的这个权限给它封闭起来 我们只给它提供一些 查询的一些试图 那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相应的试图 比如我们刚才把员工这个工资表 的几个权限可以给它关闭了 但是开放查询员工的一个 发放工资这个次数的一个权限 也就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试图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数据表的这个数据 比较大的情况下 在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表 给它分成四个试图 那我们每次取得 是我们取相应的这个试图 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在讲 主要所讲的内容